Hello 大家好 我是H&N的YangYang 今天又跟大家讲一下法文 近期的社会事件令我想讲一下 示威活动有什么关键词 首先就是示威 La Manifestation 但他们通常都不会讲得这么齐 他们就这样讲La Manif 很多时候他们都很喜欢把法文字简化 在日常口语当中 例如 例如 Cet après-midi Cet après-midi Cet après-midi 所以La Manifestation 就变成La Manif 第二个字就是 La Résistance La Résistance的意思就是 Resistance 反抗的意思 示威得一定是反抗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词也是常常听到的 第三个词位就是Vive la France Vive la France的意思 有点像法国万岁 但又不完全是万岁 因为他们又没有一个皇帝要千秋万代 所以Vive有点像法国万岁的意思 第四个字就是Dégage 就是走开的意思 那叫谁走开呢 刚好现在法国总统是Macron 他们就会说 Macron Dégage 这样的 有点像下台的意思 但他们只说走开的意思 就不是下台 我认为法国人的观点 不觉得总统是高高在上 要走下来的 纯粹是走开给其他人做的 关于Macron Dégage 这个词也有个小插曲 就话说 France 3这个台 拍到一个大的标语 写着Macron Dégage 但他们在播出的时候 就把Dégage这个词 插了它 即是white out 好像Photoshop 走了Dégage 即是走开 这个字 就剩下Macron 都引来一段的小风波 第五个关键词 就是La greve générale Greve 即是罢工 Generale 就是Generally 即是全民大罢工的意思 罢工对法国人来说 就当吃生菜 他们常常都 久不久就有什么工会罢工 香港就有人呼吁大罢工 但是呢 香港这个就不太好 因为香港人真的很喜欢上班 第六个关键词 就是Tous Ensemble 他们很喜欢说 Tous Ensemble 就是好像喊口号 Tous Ensemble Tous Ensemble 就在街上喊 就是说 All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 齐心头事成 另外一个字呢 也是紧购着这个概念 就是La solidarité 这个字呢 就有点点特别 因为它呢 这个意思就有点点像 Tous Ensemble 就是说 我们要团结一致 Solidarité 是名词来的 即是说 我要show我的support 比如说我捐钱啊 我去参与一些事 就是show我的solidarité 所以这个字 我觉得中文 我没有一个很 很exact的翻译 所以如果有什么意见 告诉我 在下面留言 Solidarité 究竟可以怎么译呢 以上这些 讲了的字词 都是我们叫做 因为法国抗争 或者逆拳运动的历史 都很悠久 这些字都是用了很多年 但是近年的一个黄背心的运动 就多了几个字 是以前不会讲的 但今次都非常之多提起的 第一个字呢 就是gas lacrimogène lacrimogène 就是lacri 就是哭 那意思 喊 gas 喊 什么气体会令你哭呢 就是催泪气体 或者是催泪弹 上一次黄背心运动 警察都是放很多催泪气体 相当多的人都吃不少的 催泪弹之后 就是la flashbul 伸到连法文都没有 拿了英文字 用法文口音读就算了 那意思就是 好像那些paint ball 即是说其实是橡胶子弹 他们都很多被橡胶子弹 打盲了眼睛 最后就是他们的示威现场 经常都会播回他们自己的国歌 就是马赛进行曲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结 这次的法文小知识就说了这么多了 有什么想知的都可以留言给我啦 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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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